大家好,我是蔡師傅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一下乳膠床跟乳膠枕 那今天做的是開箱文 因為我之前已經有買過蠻多的乳膠枕跟乳膠床來睡過 然後我發現真的是比一般的記憶枕好非常的多 那而且我問過其他人,然後他們說買這個品牌睡起來的睡眠品質是好很多 然後乳膠枕、乳膠床的好處我相信很多人在網路上已經看過 或是說我在下面會分享,就是在簡介下面 我會分享一下它的一些功能 那是在一個,我弄的比較書面化 那我們這個影片就直接來實驗 好,那我們現在就直接來開始吧 然後第一個,這個是我在旅行的時候在泰國買的 然後據說這個是比較中國一點的品牌 是這個這個 好,那 睡起來也不錯,然後它的彈性 然後它如果拿來揍 它是都還不錯 你看喔,我用你擠壓 它都一定會彈回來 乳膠枕就有這個彈性 不論如何擠壓,它一定會彈回來 它的結構 像這一顆的話 這一顆我買了2000,可是呢 它的支撐力比較不足 然後我們拿一下 我比較推薦的品牌 就是這個 那它這個品牌呢 是 菩提的 那就是這個 好,那它叫做 泰國菩提天然乳膠 好,那我們再比較一下這兩個枕頭 你看喔,這個 被我拉一下就快分解了 雖然它已經過了快一年 不對不對,我想一下 好像是兩年 然後你看喔,我這樣拉 它就快分解了 有沒有,它已經撕裂傷了 噢,靠,這樣子就撕裂了 然後,這個呢 大概一年多 然後你看喔 不太會撕裂傷 我還蠻大力的喔 好,這個 這個,真的很有彈性 你抱起來會非常的舒服 然後一樣 這個支撐力更好 我需要更大的力量 它才可以壓下去 然後它的造型也比較好 你看 這個啊,是完全 就跟一般枕頭的造型是一樣的 然後這種呢 它是有高低的 然後 還有 按摩 按摩型的 就是它裡面是顆粒的 然後我們把這個裡面這個 拉出來 它裡面還有這種 Logo 雖然這個我覺得也沒有辦法防衛 但是呢 它這個品牌呢 有經過我們台灣的檢驗局 那我們看一下 好,這顆是美容枕 美容枕的造型不太一樣 這顆是美容枕 就是說它中間 這裡是稍微凹進去的 然後比較適合 體重輕的人 或是深板比較薄的人 睡 睡這種美容枕 呃,美容枕 好,那 如果你是 男生啊 我建議你 就睡這種 平滑枕就好了 然後 然後 要有高低的 然後 如果你 覺得 你 太高 你就可以睡低了這邊 然後你覺得 你的 背比較強壯的話 你就可以睡這邊 然後 對,我要說 那個 它的那個 檢驗 好,簡單說一下 就是這種 東西啊 它 不可以 風吹日曬 因為它會分解 因為它是天然成分 但是它 由於是乳膠做的 所以它 這個東西 是 防蠻 防菌 防 防菌的話 應該不會那麼防 但是它 其他的微生物 那些 它其實都不太靠近它 因為它有 那個 素的精油 那 那油素的那個精油呢 它那些 成分是比較抗菌一點的 好 那 還有就是 它 不可以 拿進去洗衣機洗 因為 它很容易被 捲捲捲捲捲 然後你用那個 很多的力量 在那邊捲它的話 它有可能會撕裂 然後就分解掉 啊對 還有 風吹日曬 日曬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用 呃 太陽去照它的話 它很 呃 有機率 會慢慢 分解掉 呃 因為它就是天然的 好 那 我覺得 原本我買的這一顆呢 就是 它 支撐性不足 然後造型也不夠好 然後 還有 非常容易實裂傷 我覺得它很快就分解了 然後 這種呢 我剛才介紹的 這個 有保固的這個 它這個有保固喔 就是說如果你有 那個故障的話 非人為姓的話 你是可以去跟它 退換的 然後 根據 呃 根據代理商說 它以後可能會做 五年保固 喔 五年還不錯 你想想看喔 你一身中啊 呃 睡眠的時間大概有 三分之一吧 都在床上 那 那 所以 睡很重要 而且你花這一點點小錢啊 去讓你睡眠品質提升 然後有助於你的工作效率 這樣是 蠻好的 因為 其實你想想看喔 這個如果是 兩千塊的話 那 你看喔 它可以睡 十年 那你一年才花 兩百塊 超便宜 超划算 然後床的話 床的話 我待會再開一下 床的話 它有一個功能就是 呃 如果你有跟旅行團 你會發現 那些旅行團啊 它會 拿一顆雞蛋 然後裝在那個密封袋 然後你 睡上去啊 是不會壓破的 那 你可以試試看 大部分的 乳膠床啊 都做得到這個程度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 開那個 乳膠床 啊 我已經有買一個單人的 但單人呢 我已經 留給我媽睡了 那 它 那個 我也不是要睡那個雙人的 我單人想要把它拿回來 所以 才把雙人 買一個雙人 給我媽那個床 剛好合適貼上去 這個很大袋 很大 很大 好對了 我要說一下就是說 如果你用乳膠枕啊 來打床戰啊 應該很舒服 被打到應該會覺得很舒服 就像被 貓 貓咪拳被貓到一樣 好不好 開箱的時候要小心 不要用你的力檢去插到你的床 好啊 然後像這種床啊 你看我這個地板是硬的 然後如果你有這個床啊 可以直接這樣 都沒問題 好那 那 如果你 稍微覺得 不錯的話 在下方幫我點個讚 好 那就這樣子吧 謝謝大家 好 喔 對了 還要附註說明一下 如果你是 體重比較重的人 我建議你直接買到 10公分 那如果你是 體重比較輕的人呢 我建議你買7公分就好了 但是呢 10公分還是睡起來比較爽啦 那我們這張呢 是7公分的 那我們要測試一下 那個旅行團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 蛋不會被壓破 這顆是生蛋 等一下我會一刀不剪的 把它打破 那 我先睡睡看 我們再試一次 我們再試一次 我試一下 最重的那個 那個 屁股之鎖 我要去試試看好了 應該會破吧 唉唷 唉唷 不會破耶 我還蠻重的說 好 我們把它 弄破吧 那其實呢 這只是一個騙局啊 其實 我要告訴你們 其實你用力啊 把這樣的蛋捏住 你就會發現 它非常的難弄破 那 可是呢 這是因為它受力面積的關係 你把 那個 整個拳頭這樣子 壓住啊 它 受力會分散到整顆蛋上 可是如果呢 你把你的受力啊 分散到一個點上 還是壓不破 我告訴你 所以你要更細一點 這樣就破了 好我待會吧 不要浪費食物 單一出來了 好我們待會還是把它吃掉吧 好就這樣 謝謝大家